之前的节目里呢 咱们已经讲了江宁制造局的辉煌历史 不过呀 我们也要知道 中国的江南制造如此著名 肯定不是因为一个江宁制造局就能够造就的 没有民间纺织业的发展 一个制造局啊 肯定也是玩不转的 因此作为一名负责的历史老师啊 咱们不能顾此事彼 既然你讲了朝廷的机构 那咱们今天啊 自然就要聊一聊 民间手工业者的制造历史了 说起清代的民间私织业 最为重要的城市呢 莫非南京了 当时啊 南京民间私织作坊最多 市场的规模呢 也是最大的 名副其实的江南私织一格城市 到了1853年的时候啊 南京城内 织段的织机就有三万五千多台 而附近的乡村呢 也有超过一万五千多台 在产品方面呢 那更是种类齐全 绸缎 厮杀 一应俱全 当时啊 如果在南京 你还买不到你想要的私制品的话 恐怕啊 走遍全中国 也未必能找到你心仪的那一种了 不过 虽然南京私事如此繁荣 却也终究啊 不能对抗时代的浪潮 清朝 咸丰年间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啊 南方百姓是人人自危 以至于出现了北至通如 南至松户 多济流雨之地的情况 之后啊 虽然这战事逐渐平稳 但是呢 民间手工业者的生活 却并未真正改善 直到后来 曾国藩为了恢复南京的元气啊 直接提出 其沿途水路卡离 概念已是体恤 同时强调 所有金陵城乡 土司土产土销 应请率由旧张 买卖一律免捐 可以说 为了南京的恢复 曾国藩啊 也算是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要知道 当时的离金 可以说是乡军当时 最重要的军项收入 能如此为之 只能说 当时的战争 真是让百姓苦不堪言 由此可见 稳定的环境 真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啊